使徒行传 第21章 我们离别了众人 就开船一直行到戈士 第二天到了罗底 从那里到帕达拉 遇见一只船要往菲尼基去 就上船起行 望见塞浦路斯 就从南边行过往叙利亚去 我们就在推罗上岸 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 找着了门徒 就在那里住了七天 他们被圣灵感动 对保罗说 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过了这几天 我们就起身前行 他们众人通妻子儿女 送我们到城外 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 彼此辞别 我们上了船 他们就回家去了 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 来到多利买 就问那里的弟兄安 和他们同住了一天 第二天 我们离开那里 来到凯撒利亚 就进了传福音的菲利家里 和他同住 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 他有四个女儿 都是处女 是说预言的 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 有一个先知 名叫亚加布 从犹太下来 到了我们这里 就拿保罗的腰带 捆上自己的手脚 说 圣灵说 也是愿意的 保罗既不听劝 我们便住了口 只说 愿主的旨意成就 便了 过了几日 我们收拾行李 上耶路撒冷去 由凯撒利亚的几个门徒 和我们同去 带我们到一个 久违门徒的家里 叫我们与他同住 他名叫拿孙 是塞浦路斯人 到了耶路撒冷 弟兄们 欢欢喜喜的接待我们 第二天 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 长老们也都在那里 保罗问了他们安 便将神用他传教 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 一一的述说了 他们听见 就归荣耀与神 对保罗说 兄太 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 有多少万 并且都为律法热心 他们听见人说 你教训一切 在外邦的犹太人 离弃摩西 对他们说 不要给孩子行割礼 也不要遵行条规 众人必听见你来了 这可怎么办呢 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 我们这里有四个人 都有愿在身 你带他们去 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 替他们拿出归费 叫他们得以剃头 这样 众人就可知道 先前所听见你的事 都是虚的 并可知道 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 遵行律法 至于信主的外邦人 我们已经写信拟定 叫他们紧记纳 寄偶像之物和学 并勒死的牲畜与坚引 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 第二天 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 进了殿 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 只等祭司 为他们个人献祭 那七日将晚 从亚西亚来的犹太人 看见保罗在殿里 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 喊叫说 以色列人来帮助 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 遭见我们百姓和律法 并这地方的 他又带着希腊人进殿 误会了这圣地 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 以弗所人特罗非摩 同保罗在城里 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 合成都震动 百姓一起跑来 拿住保罗 拉他出殿 殿门立刻都关了 他们正想要杀他 有人报信 给营里的千夫长说 耶路撒冷合成都乱了 千夫长历时带着兵丁 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 到他们那里 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兵丁 就止住不打保罗 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 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 又问他是什么人 做的是什么事 众人有喊叫这个的 有喊叫那的 千夫长因为这样乱嚷 得不着实情 就吩咐人将保罗带进营楼去 到了台阶上 众人挤得凶猛 兵丁只得将保罗抬起来 众人跟在后边喊着说 除掉他 将要带他进营楼 保罗对千夫长说 我对你说句话可以不可以 他说 你懂得希腊话吗 你莫非是从前作乱 带领四千兄徒 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吗 保罗说 我本是犹太人 生在基里加的大树 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 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 千夫长准了 保罗就站在台阶上 向百姓摆手 他们都静默无声 保罗便用希伯来话 对他们说 不论你 武士外装 他现在一直在唯一 发说 你的内容 隐藏 海费 水 放洋 海费 好了 四 海费